要说最近比较让人期待的电视剧 那魔道祖师之陈情令必须上网 这部剧根据近江大热IP魔道祖师改变 由肖战和王一博两个超人气小生担当主演 光看定装照和剧照就够让人期待了 不得不说这个造型真的十分还原 肖战也是十分适合古装啊 但是最近原著魔道祖师的瓜不少 网友表示看了之后气得头都掉了 魔道祖师做着墨香虫秀的毒粉 因为马威老师发表了对魔道祖师的不满言论 被人肉搜索和人肉攻击 并且还仗着自己未成年把该老师逼到自杀 之后还线下搜索该老师所在的医院 要把他找出来对质 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 光看这些没什么 不如来品一品这些粉丝的各种言论 很难想象这是一群单纯的书粉 简直堪比邪教 之前一位魔道祖师设计单位 曾有传言将会下架 这时候竟还有粉丝表示 赶下架就打了电视台 帮RB打ZG而之后共青团中央等方面也发布了拒绝网络暴力 人肉搜索属为法行为的微博 一次再回应这件事 从各种记录来看 魔道毒粉的所作所为还真是让人胆战心惊 当然毒粉的这些做法其实已经让网友们非常反感了 所以大家还是很担心 陈情令会不会被波及 毕竟原著和粉丝已经这么多黑瓜了 到时候肯定有言论抵制陈情令 要说陈情令也是一波三折 之前某女演员涉嫌带字进组 导致剧本和原著严重不服 双男主的单位像竟然有一个女角色插组 后来剧组更是遭遇大祸 折了两位工作人员 如今原著粉者的祸还要波及过来 陈情令也是很惨了 当然最惨的还是王一博肖战两位小哥哥 辛辛苦苦演的剧 现在却是这样的处境 其实两位小哥哥都十分需要这部主角剧 稳扎稳打的话完全可以成就自己 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没那么容易 网友表示虽然瓜都是原著的